哈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视频空间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么一期到货的拆盒视频 展现在我们大家面前呢就是6月份刚刚发售的这么一款 假面骑士空窩的升华形态的这个真骨雕啊 因为大家应该知道我之前有给大家介绍过普通的全能形态 升华形态的话也是紧接着就是6月份发售了 下个月就是7月份即将要发售就是纠集形态的空窩 那一款我也在预定了 当然说现在真骨雕如果你不预定的话 这个价格真的是接受不了啊 好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款究竟怎么样 因为我也是刚刚到货 所以呢就来给大家拍一拍这个视频 因为真骨雕系列的峰会啊 我拿出了我现在身边有的两款跟他做个对比 峰会一如既往这种类似于苹果包装的这种峰会 但是我这款有点小压 压的有点太坑爹了吧 哎呀我去这个真的是盒子我不太讲究啊 只要不烂掉就可以了 DK的 其实升华空我跟全能空我仅仅是多加了一些金色 这边是我这款是代理版 现在这款的淘宝上的现货是接近了350元左右 我是300元不到预定的295包邮 嗯价格还是非常不错的 好 因为这个我只打算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评测 这款其实没什么好跟大家介绍的 跟之前介绍的全能真的是没有太多区别 但是大家喜欢哪一个呢 那就看大家的一个感觉 因为空我的很多形态都是仅仅是换了一个颜色 S.H.Figas Masakurai da Kuga 调查问卷 一直想过了 一个楼的 他们最坚信包括了 什么 你 和